马六甲州选竞选期间全面禁止败票和集会活动 西蒙主席拿都斯里安华就建议西蒙国阵和国盟三大阵营的甲州首长人选来场辩论较量 不过也是国阵首长人选的拿都斯里苏莱曼断然拒绝了 苏莱曼接受网媒当今大马询问时表明目前要专注竞选不用辩论 此前通讯及多媒体部长丹斯里安努亚穆沙表示 政府已经准备好提供朝野空间 透过国营电视和电台竞选 目前西蒙和国阵已经个别揭晓首长人选 也就是阿德里和苏莱曼 只剩下国盟依旧对首长人选三间气口